这次专门提到了旧金山院井 那么提到了五个支柱 这五个支柱特别明确地体现了中国 对于处理中美关系 使中美关系能够健康稳定 可持续发展指明了很好的方向 这里面五个支柱当中都在谈共同 我觉得共同这就体现了中国方面 对于如何处理中美之间相互尊重 找到这条道路不是我单方面的 而是双方共同协作来找到中美合作的道路 共同树立正确的认知 那么现在中美关系出现问题 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的认知出现了问题 只把中国当作竞争对手 但实际上国际关系哪有单一的竞争对手 既有合作又有竞争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 单纯地用战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 这是美国犯的最大的错误 在世界今天面对大变局的情况之下 世界都不知道往什么地方走的情况之下 找到一条稳定双边关系的正确道路 我觉得也指明了方向 所以本身这次习主席提出来的 五个支柱背后的旧金山愿景 对于双边关系 对于未来世界和平发展 都显得尤为重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凭わか